志愿军刚入朝 金日成就想请夺指挥权 面对这个荒唐的要求 彭老总是如何回应的 点个关注 我们接着来讲 朝鲜战争刚爆发的时候 被朝鲜人民军的攻势势如破竹 一度占领了南韩90%以上的土地和人口 可以说是统一大业 胜利在望 对于这个局面 屡战屡败的里程款却是又惊又喜 惊的是 金日成的人民军手握大量苏制武器 比他想象的更猛 南韩军队上的战场 竟只有被横扫的份 喜的是 本来一年前 就已经开始从南韩陆续脱身的美军 因战争的爆发 又不得不留在东亚 帮助南韩镇压清扫北朝鲜军队 某种程度上来讲 这个局面是李承晚求之不得的结果 也是他为了拖住美军撤退脚步的最后几俩 毕竟一山不容二虎 他想成为朝鲜半岛唯一的华石人 就只能借美国人的刀去杀北朝鲜的人 当然美国人也不傻 他们表面是在帮韩国 其实真正目的是想把苏联拉下水 为自己在冷战中的发展 争取更多空间 所以他们打起 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朝鲜来 是一点也不手软 而战支很快也出现了反转 人民军的优势 请客箭化为乌有 开始节节败退 自此朝鲜战争从民族内战 正式升级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 与此同时 美国还有下干涉中国事务 故人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 并屡次炸我国边境 杀我国边民 此举严重危及到我国主权 以及领土完整 在这种情况下 朝鲜和苏联又多次发出请求 希望我国能够出兵协助作战 毛主席担惊节律多日后 决定以志愿军的形势 志愿朝鲜 为正义出征保家卫国 诚言道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战争之中的地形 地势 地貌 乃至气候气温 都是左右战争的重要因素 所以在出征之前 母方决定先行派出高级 入朝进行实地考察 以致战略 但是朝鲜方面对于这个要求 却迟时没有进行回复 除此之外 我方愿意派出参谋团 到前线支援 朝鲜却认为 没有必要而拒绝了 紧接着 在1950年10月8日 执任朝鲜内务省相的 朴一宇赶到沈阳 称要就入朝相关事宜 展开商讨 我方随即安排接待 但奇怪的是 整个谈话期间 朴一宇却对志愿军的安排问题 实际上的战局情况 朝鲜方面的计划 只字不提 相反 他只是一位催促志愿军 早日出发 尽快抵达 并提议将指挥部 设立在德州 这句话一说 朝鲜方面之前的 种种反常行为 就得到了解释 因为当时金日成 正在德州打游击 把志愿军的指挥部 设在德州 就意味着 我军的指挥权 将转移到他的手中 再结合金日成 始终认为 我国只会象征性的出兵 志愿军上战场后 也只需要暂时 顶住美军弗力就行 在他们的心中 真到关键时刻 还得宽苏联呢 再加上 这场战斗 发生在朝鲜境内 事关主权归属 所以他就先入为主地认为 使挥权应该在自己手中 在这种情况下 他在德州 自然就希望指挥部 应该建立在德州 但对于朴一宇的这个建议 彭老总表示出了 不同的意见 并从战略角度 进行分析和反驳 那么彭老总 又是怎么考虑的呢 首先 机敏的彭老总 一听朴一宇说的话 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抛开朝鲜 指挥部选在德川 确实不是个好选择 以彭老总一贯的思想考虑 指挥部离前线必须要近 这样激励于了解战场情况 联络部队 又是对将士们的无言激励 以此为标准 德川显然不符合 长期的战略目标 其次 我们并不是象征性的出兵 而是光先头部队 就有26万人 这样宏大的规模 对指挥将领的军事能力 和个人魅力 都有着很高的要求 在此之前 北朝鲜为了完成统一 曾大批量的征兵 16到45岁的男子 无论身体状况如何 全部征调入伍 但战争开始后 被朝鲜的十万大军 被打得只剩下三万 且后期没有征兵计划 这时 如果把战略军的指挥权 交到金日成手中 则会被其视为 人民军的补给增援 届时战损如何 将完全取决于 金日成的军事能力 还有一点 作战部队的指挥官 想要压得住阵 除了能力 还要看资力 魅力和领导力 这些是要靠战功 战绩堆积出来了 毕竟 没有一个士兵 想打一场 没有把握的仗 在这种情况下 入朝作战的志愿军 有多身经排斩 他们每个人 自身的气势 本就很强 26万人 汇聚在一起更强 指挥官 只能比他们还要强 对于从未指挥过 这么多人的金日成来说 他是否能做到这一点 还值得上去 最后 就是中朝双方的 作战手段 和习性大不相同 我军作战 更重视战略战术 启程转合 强调的就是一个大举官 而朝鲜军队 则正好相反 他们对先进装备的 依赖程度相当高 这也正是为什么 他们能够碾压南韩军队 却无力抵抗美军的原因 综上所述 彭老总并不希望 由朝鲜方面来指挥志愿军 朴一宇的建议 也就没有被采纳 这件事情 暂时被搁置了下来 说白了 彭老总其实还是心疼战士们 不愿意看着他们 无端承受额外的风险 关于这一点 从他敢为人先的性格上 就能体现出来 前文我们说 为了打赢这场仗 我军项领曾提议 到朝鲜战场实地考察 却没有受到回复 在这种情况下 彭老总就以志愿军 总司令的身份 先一步赶往德川 在与金日成商议 指挥权的问题同时 还能快速了解一下战场 但在彭老总 抵达目的地的时候 被朝鲜军队 已经再次战败 金日成已撤离了德川 这就让彭老总 陷入了危险当中 他不禁喊他 我带兵打仗几十年 还没有遇到过 像今天这样 既不明敌情 又不明友情 和地情的被动情况 不幸中的外境是 虽然当时的情况 十万火急 但是彭老总 既然自有天象 尽管是费了一番波折 但还是脱离了危险 与此同时 他已经根据 自己的亲身见闻 初步制定了志愿军 入朝之后的作战方案 下一步 就该确定 指挥权的最终归属了 熟悉历史的朋友 都应该知道 在朝鲜战争当中 彭老总是 中朝两国军队的总指挥 那么是什么影响了金日成 让他不仅不再 觊觎志愿军的指挥权 还交出了 朝鲜人民军的指挥权呢 1950年10月19日 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 此时 朝鲜人民军司令部 可调动的兵力 已不足四个事 其余部队都被分割打散 各自为战 在此形势下 因没有联合指挥 与协同作战的机制 志愿军无法取得 朝鲜人民军的支援 只能依靠自身扭转战区 由于人民军的战力 已经接近崩溃 这个时候的最好方案 就是金日成 带着司令部 找志愿军会合 中方共同指挥 并肩作战 彭老总的性格 向来直率 有啥说啥 他10月21日 见到金日成时 就把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 金日成没有同意 也没有直接拒绝 只是简单的 介绍了一下 人民军的情况 然后派朴一宇 作为朝鲜代表 到志愿军指挥部 负责两军协调问题 很快 这样做的弊端 就表现了出来 虽然有朴一宇 负责两军协调 但是中朝部队之间的 作战部署 仍然是分开的 这就造成了双方的 任务区分不明 沟通乏力 甚至是乌龙事件 比如第一次战役期间 志愿军在行军时 会因朝鲜军民 撤退而受阻 甚至还被人民军 在坦克武上 在后勤调度上 也是非常的混乱 效率很低 有一说一 这些都是完全 没有必要的损伤 所以彭老总 就在11月7日的时候 请朴一宇 向今日诚 提出几个建议 这几个建议分别是 一 开辟敌后游击战场 同时对敌人发起攻击 尝试创造出 更多的机会和空间 二 拉近两军指挥部的距离 联合指挥 提升沟通效率 三 召回逃避兵役的朝鲜人 对其进行思想教育 然后继续参战 有一说一 这几条建议 可以说是迫在眉睫的 如果不及时解决 恐怕会延误战机 朴一宇也明白这一点 所以他迅速找到 金日诚进行面谈 但是这一谈就是三天 金日诚还是有自己的想法 最终结果就是 由于苏联专家 支持开启敌后游击的想法 金日诚勉强同意了这一点 对于召回逃兵这件事 金日诚说的是答应 其实是想将他们围剿 至于将两军指挥 不拉的近这一点 他坚决不容易 只能接受派参谋部 担任通信联络 交换情况 而联合指挥是不可能的 说白了 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 还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 但是如果放任这个问题 置之不理 不仅会滋生更多的矛盾隐患 到了一定程度 还会延误战机 左右战局 这种趋势在第二次战役时 已经得到了验证 为了对中朝两国士兵 人民负责 彭老总在紧急情况下再次提出 除了他和金日诚之外 再加上一个苏联专家 三人统一指挥 苏联专家同意这一做法 但是金日诚却默不作声 在这种情况下 苏联专家当着大家的面 批评了金日诚 说他的人民军 拥有苏联最好的武器装备 却屡屡打了败仗 尽管如此 金日诚对最高军事指挥权的交付 依然没有回应 在这种情况下 毛主席再次给苏联方面致点 希望斯大林能够亲自挑起矛盾 11月17日 斯大林寄予回应 表示完成同意 中朝联军统一指挥 并且将指挥权交到彭老总手里 到了这个时候 金日诚总算是松口了 同意将人民军的指挥部 与志远军合并 之后 周总理起草了中朝两方 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 至此 关于指挥权的归属问题 总算是尘埃落定 确定了指挥权的归属之后 战场上的形势 立刻发生了变化 在彭老总的指挥下 志远军按照预定计划 提前在战场上设服 朝鲜人民军将美联军诱导至包围圈 此举获得奇效 一举扭转了朝鲜战局 1950年12月24日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 获得重大胜利 这个时候中朝联军士气高涨 尤其对金日诚海说 大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关键是此后的美联军 就像是产生了畏惧之心一般 一退再退 习速收缩 金日诚健壮 要求志远军乘胜追击 扩大优势 但彭老总却抱有不同的意见 首先美联军之所以会被打得措手不及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对志愿军的战术和打法不是很熟悉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战 他们多少能摸出一点规律 所以此时追击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而且虽然美联军看上去是全心崩溃 但实际上还没有到伤筋动骨的地步 突然之间丧失了战役 必有反常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当时朝鲜的气候是非常恶劣的 而志愿军经过长时间战斗 战士们的精神状态十分疲惫 而且伤亡也比较惨重 再加上我军的后勤控几是跟不上的 盲目追击只会无端拉长展现 增加补给困难 综上所述 彭老总判断敌军是在引诱我方深入 所以必须停止追击 整装待发 但是金日成却对这样的决定颇有意义 他认为既然打出了优势 就应该乘乘追击 一举拿下 在他三番五次催促之下 彭老总有些生气 他反问金日成 难道你是兵的命是命 我是兵的命就不是命吗 此言一出 金日成也终于是冷静下来 他为自己的草率做出了导谢 实际上 彭老总的洞察能力是非常惊人的 美联军之所以会突然的抱头数寸 就是为了引诱志愿军深入 然后再发起权限反击 因为他们知道志愿军的补给跟不上 到时候就算是打不过 光是靠拖也能扭转推势 若如当时草率出兵继续出击 后果就不堪设想 而随着朝鲜战争的进行 彭老总不仅刷新了朝鲜方面的认知 更是刷新了美联军的认知 虽然志愿军整体的装备是要落后 但还是一步一步的推进着战线 美联军战无可战 1953年7月 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议 标志着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